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願持利與你同在 今天帥狗要來很隨意的分享 我對Shuzen這部電影的看法 在這次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分享是一個很主觀的東西 它不客觀 我不專業 它不是影評 所以各位可能要自己拿捏我的影片 對你的參考價值 再來就是這段分享 會有劇透的成分 雖然我自己會維持在 不破壞任何觀音體驗上的情況進行劇透 但是 我先前幾支影片 我坦白說我認為我沒有做到任何的劇透 但有的人認為我在劇透 OK那 我這支影片前面就說了一下 我會有劇透的成分 我會直接講到電影裡面的內容 但是絕對不會破梗 至少我不想破壞各位的觀音體驗 好今天輔助說明完畢啦 那麼我們開始來聊Shuzen這部電影吧 首先關於Shuzen這位超級英雄 他的能力有什麼呢 這邊我就不多做時間去說明啦 因為我有懶人包 這裡 各位可以直接透過影片置頂留言 或是傳送門去看 基本上他就是有六種不同的超能力 像是鎖了門的智慧啊 或是海克力士的力氣啊 呃宙斯的神力啊 宙斯其實有閃電啊 然後還有那個 阿克流斯的勇氣啊 或是墨秋莉的速度 好像就是六種超能力的能力 跟他的英文名字 Shuzen是一個字一個字排下來的 主角比利巴勒斯人只要在天空大喊 Shuzen就可以變身 是非常方便的能力 英雄的介紹點到為止 我們先來講我對電影的看法 首先呢 我認為這部電影他的核心價值 focus在兩點 一個叫做成長 另外一個就是家庭 成長的話 這部電影的人物的成長曲線 其實非常的明顯啊 你只要去看你會 很清楚感覺到這個人物變了 這也是看電影的樂趣之一啊 再來就是家庭啦 其實家庭這個元素 在Shuzen的漫畫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我認為Shuzen這部電影是很大程度還原Shuzen漫畫的元素 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有四個非常好的優點 第一個就是他故事非常的直接了當 他沒有很曲折或需要你特別動腦思考菌 他一切都講得非常的平鋪直樹 非常的直接 所以你在觀看的過程 你是真的沒有任何負擔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小朋友們很會演 特別是男二Friday啊 他 呵呵 沒有他整部電影會變得非常的無趣 我覺得他是最強的綠葉 第三個優點 我覺得他非常的自然的表現出 一個小孩子突然擁有超能力 變成大人的時候 會幹的所有的蠢事 他有幾個行為我非常的有共鳴 那這邊我就不方便多說 因為說了你可能會就說 欸我劇透啦 你還沒上映各位可以先想想看喔 如果說你今天 你必須把自己假設成是一個小學生啦 然後你突然獲得了超能力 笨大人 你覺得你會用這種超能力去幹什麼事情 像我的話一定會去偷買酒啦 那預告片就有出現了 有沒有 那個時候就是比例他們獲得超能力 然後想到欸我可以喝酒了 這個部分我就處理得非常的自然 而且我看的真的很有過敏啊 然後最後一個優點呢 我覺得反派是個好人 哈哈哈 沒有啦我覺得我應該是被king什麼物啦 這次的反派呢 達特斯娃娜是之前演金牌特務的 Mark Strong 我對於他在金牌特務2裡面 最後那一段就是 Country Roll 真的太 印象太深刻了 很喜歡這個演員 這樣是一線演員演技絕對不是問題啦 只是這整部片呢 我發現他整個人太善良啦 他做事有條有理喔 他是有充分動機的反派 然後對小孩子真是有夠手下留情啦 至於許正這部電影有沒有可以 調查毛病的地方呢 當然還是有啦 如果要說的話 硬要調查毛病就是 跟前述的一個優點很像 他太簡單了 因為他是很大程度還原 漫畫的節奏 所以他的故事你會覺得 很多都比較偏向套路的 但如果說你是把重點放在他的 搞笑元素 或是家庭的探討 那說不定這個不會變成你的問題 除了劇情普通之外呢 我覺得他是處理英雄的部分 就是在敘述超級英雄這個元素 反而是目前為止我看到所有DC電影裡面 比較薄弱的 他並不是很重視 就是在表現英雄的能力上 當然他有個階段是 凸顯這個人物有什麼超能力 但是我覺得跟其他超級英雄比起來 他好像不是特別重視 變成超級英雄之後的這個人 他的核心元素還是在 比利巴巴森跟他的家人的互動 以及他在 戰鬥中逐漸去尋找自己 這整個過程 所以如果你說你想看 比較 滿滿的英雄元素 這部電影就 比較沒辦法給你這麼大的滿足 再加上就是他的劇情真的 比較歡樂 普通 適合 就是合家觀賞 所以你想看黑暗的基本上是不大可能 那我認為這部電影 適合合合家觀賞 帶小朋友去看 小朋友保證會高興啊 然後你也可以 跟朋友一起去看 因為可以放空腦袋 真的還蠻嗨的 而且有幾個妹很正 這邊我特別說一下 如果你是很討厭小朋友 你會覺得小朋友很煩的人 這部電影可能真的不是特別適合你 如果說今天 我覺得今天是老師的話 有沒有 老師整天在學校帶那些小朋友 然後就進去電影院 還要看這些小屁孩在那邊亂 一定心裡就 我都下班了還要看你們 很煩 有這種可能性啊 雖然沒那麼誇張 但是 我覺得這部電影如果你本身 不是那麼喜歡 小孩子 或討厭小屁孩 可能會讓你產生一點點不悅的感覺 畢竟 主角就是小屁孩 好我想要特別聊聊 達特斯瑪拉這個角色 雖然我前面說到 學生這部電影 他的劇本本本身比較薄弱 也沒有什麼很大的爆炎 但是我認為他在反派 他在西娃娜博士處理這塊 我覺得他刻畫得非常的完整 甚至電影的開頭 就是他 一開始就像我們介紹 這個人物的童年 他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變成反派 這部分在目前的英雄電影 算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他在西娃娜博士 刻畫這塊 算很完整 而且你會知道他到底 在不爽什麼 為什麼他會有日後 這些所有的行為 一切都是合情合理 你可以體會 所以這角色 我覺得他算刻畫得非常成功 反而還比比利 第八道三還要成功 講到這個就很可惜 因為這部電影最後 這反派 肯定是變成一個消耗品 依我的立場 我看到後來 我會覺得這反派 是被糟蹋了 畢竟沒辦法 劇本還是也進行 所以他就 有點可惜 不過還好他不是用一次又丟的反派 那這部電影呢 他有兩個彩蛋 更正一下 不是彩蛋 是片尾畫面 那這兩段片尾畫面 其中一段呢 就是你必須等到 所有的字跑完之後才看得到 我想一定會有觀眾想問我 這部電影跟正英聯盟連結性強不強 連結性非常的弱 你看一看你只知道 他們的宇宙有蝙蝠俠 有超人 你只知道這些 然後還有Aquaman Wonder Woman T-shirt 你看到那些 但是 他本身的故事跟正英聯盟是 沒有連結的 他顯得特別的獨立 如果說你今天是沒有看前面的作品 請你去看 還是能夠消化的 所以做個簡單的總結 他是一個很適合週末去放鬆 去開心一下 觀看的電影 零負擔 而且非常的娛樂 又有可愛的小朋友 跟可愛的妹妹可以看 不行為什麼我每次都講 拉到那種地方去 不管是爸爸媽媽 還是跟好朋友去看 都很適合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這部電影的 簡易心得分享 希望對各位選擇 要不要去看這部電影 會有點幫助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照顧下兩大魔王 訂閱鈕跟鈴鐺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 也請幫我分享給你很會感興趣的朋友喔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